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有关乌克兰准备同俄方开始谈判的表态 与俄罗斯的立场一致 但是具体细节非常重要 目前俄罗斯还不掌握相关信息 佩斯科夫再次强调 俄罗斯从未拒绝与乌克兰进行谈判 24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举行会谈 库列巴表示乌方重视中方的意见 认真研究了中国巴西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 乌方愿意并准备同俄方开展对话谈判 当然谈判应是理智和有实质意义的 旨在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